大家好,我是大伟 很多朋友到了中年以后都会有一个共识 发现自己的身体是大不如前的 年轻的时候,肾气足,精力旺,而且耐力又特别的好 再一看现在,身体的身材、体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朋友他每年都会去做体检 要不就是单位组织的,要不就自发过去的 那么体检报道一拿到手以后 发现上面亮起了很多的红灯 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你的身体要去进行养护了 说到养护啊,我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的道家经典动作 是什么呢?就是提纲 提纲都听过,但是有一句话很少有朋友知道 是什么呢?叫做日搓骨道一百遍,身体强,力气长 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去提纲一百次 它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壮 不容易衰老,体质变得更好 为什么提纲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呢? 其实提纲它就是一种运动 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往上提 我们说叫做提内气,内气足了以后呢,人就有劲 第二个呢,通过提纲促进我们里面的五脏 进行一个更好的帮助五脏的一个运化 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人到老了以后啊,咱们很多地方都会往下沉 那么底下都抵的呢,就是我们常听的叫做盆底机 经常去提纲,刺激我们的一个盆底机,就能够让我们里面往上去提 而且呢,下面这个兜底的地方啊,也会变得更加的紧 那么今天啊,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提纲啊 真正的把提纲做好 其实提纲这个运动啊,是非常有讲究的 如果呢,你没有把握到里面的一些细节 那么你做起来啊,感觉也不会那么的好 今天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 做完以后,感觉身体上面有帮助的 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好了,我现在啊,来把这个动作啊,交给大家 那么说到提纲这个动作啊,咱们讲究三粒合一 是哪三种粒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 首先第一个粒啊,就是我们前点的这个粒 这个粒啊,非常重要,你如何去找到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在憋掉的时候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前点的一个粒 就是要把前面的点往里面去夹 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后点 后点是哪呢?就是我们的钢处 就是你要想象一下啊,我们把我们的钢往上去提 在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 在提纲的时候会调动我们的一个臀部 所以呢,我在进行提纲的时候 你看啊,我的头会往上去移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臀大肌啊,在发力 所以呢,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的头会往上动啊 那么我们有个专业的话啊,这个叫做弹臀啊 那么第三个粒是哪里呢? 第三个粒啊,就是我们小腹的粒 小腹要往内收啊,往上提 把这三个粒啊,去掌握好了 你才能做好这个提纲的动作 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姿势啊 这个呢,是正常放松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间距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想象什么呢? 你看啊,前点和后点啊,一起发力 你看,身体啊,会往上 看,发力了以后呢,我们的小腹啊 你看,往内收 收了啊,然后感觉把气啊 往上去提 好,这个时候呢 你一般做三到五秒钟 你会感觉特别的累 很多朋友啊,因为长期啊 他处于一个不当的姿势啊 他久坐,或者瘫坐在那里 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什么呢? 我们的啊,下面啊 就是我们的盆底肌这一块啊 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同时呢,他的肚子啊特别的大 就会导致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找不到这种感觉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啊,把眼睛闭起来 闭起来以后呢 你去寻找一种感觉 第一个啊,是憋料的感觉 第二个啊,是提纲啊 把我们的纲粥啊,把它夹紧 第三个呢,是小腹内收 我们一个一个来听我的口令 我们一起来做 眼睛闭上 然后来我们寻找憋料的感觉 然后呢,第二步去寻找啊 提纲的感觉啊 找到这个力就比较松了 一直要把它保持住 你看,提纲啊,憋料 然后最后呢,小腹内收 往上提 好,保持三到五秒钟 好,放松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啊 你别小看这一个动作啊 一个动作啊,就是保持在一个 巅峰收缩状态的三秒钟 你会感觉这个动作给你的 整个腹部啊 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刺激啊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去做三到五个 你尝试一下啊 来,走 一 好 下来吐气 来二 好 下来吐气 来三 好 下来吐气啊 我们记住啊 一个口诀就是三立合一 一定要把这三个腻找到了以后 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啊 完美的展现出来 这个时候呢 它才会给你身体啊 带来最大的一个效果的刺激 好了 今天这个动作啊 分享给大家 我建议大家 每天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十个到十五个 为一组 早上做个两三组 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个两三组啊 你只要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 你会发现 它给你带来的好处 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啊 我就分享到这里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 以免以后找不到了 最好呢 是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 跟着我的口号一起去念 这样的话呢 在我的带动下 你们慢慢的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为 古法锻炼当中有一个动作啊 你不要忽视 叫做搓骨道 你看这个名字啊 非常文雅 所谓搓骨道啊 其实说通俗一点啊 就叫做提纲运动啊 这个动作啊 不仅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腿 内收以及我们的一个PC机 还能把里面的气啊 往上提一提 有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做内气存浑身有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如果说年龄大了以后啊 我们腹中的气啊 就会慢慢的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它底下就会容易出现什么 下陷啊 比如说我们的盆底肌啊 变松了 而提纲这个动作呢 只要我们每天去念 就能够帮助我们把盆底肌啊 给它强化 把我们里面的内气啊 往上提一提 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啊 只要你超过了45岁以上 无论是男女 每天啊 都要去念上一个20下左右 好了 话也不多说 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现在来讲动作 所谓提纲第一大要素啊 就是一个字 夹 先夹我们的臀 再夹我们的腿 最后把里面的盆底肌啊 给它往内夹紧啊 把我们的这个门啊 给它夹紧 关紧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 当我们这三点做好了以后 小腹会自然而然的向内收 如果你没有收小腹的感觉 也不用担心 自己控制一下向内收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 底下是紧紧蹦蹦的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自然而然 就坐直了 坐起来了啊 气开始往上去走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配合着啊 三个腻向内夹的时候 吐气 把气给吐出来 然后放松 整个人放松下来 再进行第二轮夹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夹其实我们是要念的 把动作拆解下来 就是这样 你看 先夹我们的臀部 注意看 这个是我的臀部 在收紧啊 我的腿部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我整个人会有个上下起伏 是你的臀部 在发力 好 先夹臀部 再夹腿部 然后把我们的里面 有一种啊 夹的感觉 这种夹的感觉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你憋了很久的水啊 想要去放水 但是呢 你快憋不住了 这种夹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里面 深层用力的感觉 小腹内收 当你把这三个力啊 全部保持住了以后 开始吐气 把气吐出来以后 慢慢的放松 然后再来一次来夹 往内夹紧 里面 好 小腹内收 吐气 缓慢而悠长的 把这个气啊 给它吐出来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 大家注意看 先夹臀 再夹腿 然后里面要夹住 好 开始 小腹内收 吐气 好 把气吐完以后 这个时候呢 正常你做上三个左右 你会发现啊 整个腹部 包括下面 它是有一种紧的感觉 即便你放松了 它里面的温度啊 也会往上升 感觉热热乎乎的 而且里面啊 夹得紧紧的 这个就证明着 你这个动作啊 做得到位了啊 每一个细节 你做得都非常好 如果你做了三五下 甚至做了一个八下以后 你都没有我讲的这个感觉 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 从我们开始讲细节的地方 再重新看一遍 跟着我讲的内容啊 一起去做 当你开始发现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就会喜欢这个动作啊 这个动作 我们再讲一遍啊 无论男女 只要你的年龄啊 超过了45岁啊 每天你都可以去念上一个20下 而且也不费时间 也不需要特殊的场地 你只需要静静的坐着 把这个动作念好 一般来说 20下耗时 也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 好了 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 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感觉好的 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并且给我的视频 点上一个赞 我是大伟 没有关注的 记得关注我一波 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密 在我这里 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